这个月11号到28号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在加利福利亚州南部的圣迭哥 举行18天的黎明闪电水陆两栖作战演习 兰利是演习指挥总部所在的潘德尔顿海军陆战队营区 第一远征军大队的发言人 兰利说我们从2010年开始举行黎明闪电演习 主要是美国海军和陆战队官兵的军演 今年不同的是我们和盟邦伙伴在实战演习中发展关系 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新西兰 大家一起接受训练 上星期五美国的云英勤转弦翼战机 首次降落在参加演习的日本战舰上 这种战机既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升降和定飞 也能像固定翼飞机一样水平飞行 非常适合两栖作业 兰利说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合作 示范了鱼鹰战机的能力 特别是在人道救援和救难行动方面 日本海上陆上和航空自卫队出动上千人 加上三艘战舰和四架直升机阵容空前 这个军事演习在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阳光之乡非正式会晤的四天后登场 进行水陆两栖全套作战演练 包括抢滩和实弹射击 在中国和日本为东中国海的钓鱼岛 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隔驻岛 争端芳心为爱之计 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曾要求取消部分演习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大队指挥官 布罗德·梅多将军在鱼鹰战机者会指出 演习巩固了美日的盟友关系 但他不知道中国政府要求取消演习的说法 布罗德·梅多表示 这个演习没有跟任何地缘政治局势挂钩 他只说明了两个伙伴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 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指出 许多中国人认为 美国在鼓励日本 菲律宾和越南跟中国搞对抗 日本之所以敢在钓鱼岛搞动作 是因为美国的首肯 杜克雷说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那些国家有许多民族主义者的情绪 美国并没有在后面鼓动 杜克雷说 美国希望通过这次演习能够降低日本的焦虑 从而减少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发酵的程度 演习也告诉中国领导人 美国开始侧重亚洲的政策并不是空话 前底特利大学政治系主任戴洪超教授 定居圣迭哥县十多年 他指出 美国并没有支持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主张 而是希望维持现状 通过演习发出象征意义的重要信息 就是用这一个行动 这一个演习呢 就告诉世界 特别是中国 我们在东海不要发生战争上的冲突 经济上的竞争 经济上的争执 可以继续进行 但是不能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 杜克雷强调经济发展 杜克雷说 降压对各方都有好处 经济发展会因为更有力的投资和贸易而增长 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取得短期的政治利益 各国把注意力聚焦在经贸投资的竞争上 将取得更长久的利益 两位学者都认为 钓鱼岛的主权争执不易解决 杜克雷指出 有些持乐观想法的人对习近平寄以期望 杜克雷说 他们认为习近平应该有像邓小平一样的信心 认为钓鱼岛的确重要 但没有重要到可以不顾全局 当年邓小平认为 可以等待慢慢想办法解决 希望习近平也有这样的信心 中国没有多岛的意思 只是中国向日本表示 对这个地方我有主权 戴红超也倾向搁置主权争议 可以由中国和日本 在某种情形之下达到一个协议 就是把主权的问题暂时搁置 戴红超认为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附近巡逻 必须谨慎避免发生意外冲突 美国虽没有就钓鱼岛主权问题选边站 但明白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蓝利说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 继续把重心转移到太平洋 建立盟友的伙伴关系是成功的关键 蓝利指出 在现实环境里 我们从不在世界各地单独部署 而是必须靠盟友伙伴关系 从事复杂的工作 特别是两棲任务所要求的 黎明闪电24日将举行大规模的抢摊演习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服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